今天早餐吃 下面是蜂蜜優格 然後香蕉 藍莓 草莓 跟麥片 麥片是我之前買過的 我忘記叫什麼了 加樂式吧 加樂式的營養麥片那種 可是不是摻沙糖那種 我覺得這種其實還蠻好吃的 就是那種草莓固物的 然後 因為我最近真的好想吃蛋餅 所以我也有在思考 就我的麥片跟優格吃膩那一天 我就要去學做蛋餅 就算了 木豫 看看 对不起 如果我们不喜欢 我们不过再次 我可以信心他们就跑掉了 可能是为了最好的 Barnie开始处理 他们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正在困生一种仔细 李丁晨在嗎? 李丁晨 李丁晨不在 林嘉珍剛剛有在 林嘉珍在對不對 我在 陳希燕 哈囉西燕 哈囉哈囉 哈囉 陳希燕 你在 張維婷 在 業務團隊和業務人員的 管理 老闆怎麼做 第一個業務人員的招募 可以看到在我們的課本當中 我想看看 各位閱讀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看你怎麼來解釋 業務人員招募的重點 好不好 現在24分 三分鐘的時間來閱讀然後回答 做得到是可行的 保持激情 養業務這件事情 是保持業務的正面心態 所以 第二個是組織文化 第三個就是管理方式 我們再講一遍 在這個老闆當中我們 做的這個概念的訪談 他的第一個 第一個 他是這樣告訴我們他怎麼選擇 對他們的教練和拉拉隊 第二個 獎金很重要 各位同學如果將來 家裡如果需要錢 我跟各位的建議是去做業務 好的 前陣子 賣了一個小盆栽 超可愛的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好像是什麼什麼焦草的 然後 我已經種了大概 一兩個禮拜了 我覺得這超可愛的 他現在裡面有冒出小鴨了 真的 看到這個的時候就覺得 超開心的 很有成就感 就是我有把它顧好的那種 這裡面都有小鴨 然後因為今天 下午的 課本來應該是線上上 可是是老庭課 所以我想說 那我來做個實塑圖 登登 這個就是我前陣子在IG有發 我自己做的卡幣 很可愛的 有拿刀 可是刀不太尖 所以看不出來 最近開始做實塑圖 是因為看到很多韓國人在做 然後我的Youtube的首頁 就全部都是韓國人在做實塑圖的影片 所以我就看了幾個 所以我也買來玩玩看 想說可以先做一點小盤子啊 放個飾品這樣 然後現在這個十隻 我想說可以久違的跟大家閒聊一下 恩 因為我有一陣子都沒有發片 然後可以跟你們分享我最近都在幹嘛 我其實在前陣子拍lookbook的時候 我不小心摔壞了我姐的相機 那時候維修的時候就發生很多問題 我每天真的就是帶著相機跑來跑去 然後一家本來說可以維修 然後中途又不行 所以我又帶著那個相機跑另外一家 然後另外一家又跟我說是鏡頭壞啦 然後過沒多久又跟我說是機身壞了 所以我真的是處理那個相機的問題 處理整整一個月 然後那陣子我真的是看到相機我都會害怕 就是看到鏡頭啊看到機身我都好怕 就是我沒拿好摔壞怎麼辦 我想到就會起雞皮疙瘩那樣子 然後我再過沒多久我又摔壞自己的手機 我的螢幕等於就碎掉 然後我本身就是不貼保護膜的人 所以他是真的碎就直接碎在心坎裡那種 因為這些事情 所以我那真的就蠻低落的 就是一直在陷入自己是不是 什麼都做不好的自我批判跟懷疑裡面 還有跟一些有拍Vlog的朋友聊天 也有人遇到跟我一樣的情況 就像是摔壞相機啊 或者是有時候會被流量影響心情 可是大家都還蠻努力在克服低潮 所以我就決定我還是 好好地休息一陣子 然後再繼續更新好了 可能還是有很多不自信的時候 會讓我沒有辦法繼續前進 尤其是在像這種 就是突然遇到很多壞事 就不好的事情一直發生的時候 很難打起精神對我來說 那時候很想聽到這句話 就是我們難免都會遇到挫折 也會感到很難受 但變得不同的就是我們要怎麼看待它 要怎麼看待這個事件 我也算是在摔壞各種東西裡面的Pro了吧 呵呵 其實我可能真的就是有時候我太少跟筋 但是這個也沒什麼我也也都解決了 相機也修好了 我的手機還沒修好 但是現在疫情我也不能跑出去修 可是就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就慢慢改善就好了 然後換個角度想 其實再怎麼樣我都還是很 無憂無慮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好想就好了 我也希望我拍的影片能更像我自己 我也能做得更開心 這陣子疫情我剛好就有很多時間 拍片跟剪片 然後或許可以多拍一點我想要做的內容啊 或是我想發的題材 對 我之後發片應該不會像這次這麼久了 然後也來這邊想要謝謝你們 就是一直支持我 然後在我蠻低落的那陣子 我其實常常會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說喜歡我的影片 或者是喜歡我這個人 然後很希望可以看到我新的影片啊 的那些訊息 其實我都還蠻感動的 所以在這邊謝謝大家 然後我上次有用咖啡色的顏料 潑了一個這種的 然後這次是用黑色的 然後因為我用的時候有點多 所以它有點淡 可是眼看其實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看起來都很有質感 而且我在做的時候 我就有想到 它反過來可以當杯墊或墊蠟燭 是不是一個生活智慧王 我還有做一些就是還蠻可愛的 像這個 我幫他畫了臉 然後旁邊畫了一些氣球 這個是可以放蠟燭啊 那些什麼的 我有個蠟燭可以放放看 可是這個蠟燭 它的配色沒有很大 如果之後有做那種 比較可愛的顏色蠟燭 應該會比較搭一點啦 嗯 我還有做一個愛心的小盤子 就這個 它畫的臉我覺得超成功的 它應該也是可以放飾品之類的 可是我還沒想好要讓它放些 啊可以放卡比啦 哈哈 剛剛去取貨 前陣子訂了嗎 前陣子訂了嗎 真的蠻久之前的 訂了一個 是第一顆 它是那種 它是那種裡面可以放卡片的 但我其實不知道怎麼用 因為我沒有用過這種的 這樣 可以往下吧 喔上面是鏡子 下面是卡片嗎 對 這是 就是放在卡裡面 它會感應得到這張卡 即使有那個膜 就不用再拿出來 先放 嗯 放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還蠻方便的 而且它很包耶 然後這個呢 是 裝子前它寄過來的 我的瓶板 我早就把瓶板挖在它家了 高耳瓢 這樣寄來繼續 包成這樣 笑死 我的瓶板 我的瓶板 這已經有點想念它 我前陣子一直摔到它 鞋盒裡面還有這個 快笑死 重要的物品 嗨 現在時已經很晚了 現在已經8點56 所以想說 我還跟你們推薦我最近很愛玩的遊戲 就是這個 創意蛋糕店 我真的覺得它超好玩的 它叫做 幫幫 Cakeery Cakeery 小燕姐就是做蛋糕 它每一個 就是每週都會有自己的獎勵 然後你就是會有一間蛋糕店 然後你可以自己做你的甜點 你就選一個盤子 我就可以選這個 然後我就隨便選一個我想要做蛋糕的底 假如說我想要做個 布丁 放個布丁 然後再放個 栗子奶油 然後再放個栗子 我蠻喜歡它跳這種星星出來的 很可愛 再放一顆粒子 超高的 然後可以再選擇你的員工幫你加工 它就會跳超多這種出來的 我覺得超療癒的 然後會有人幫你試吃 然後給他們的評價 它的評價就是低 這裡還有就是 升級你製作的地點 我覺得這個遊戲其實還蠻有內涵的 就是它有很多可以玩 就不是那種 就是一下就玩玩小遊戲 它這個可以玩蠻多天 我已經玩七天了吧我想 然後它會關店 然後隔天你一個 喔你今天賣了多少錢啊 然後多少人來 然後隔天會繼續開店 你就可以自己就是 就是再加開蛋糕店 喔我真的覺得超好殺時間 我一開始玩 我就一直不停的玩 你就可以換一個 你想要放的蛋糕 前陣子就跟 莊爾先生一起玩 然後他玩贏過活我就很生氣 我就每天一直在追趕他 然後這還有什麼大賽啊 招牌啊 這邊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像這邊去看看其他店 我這個就是 莊爾先生的店 寶子蛋糕店 然後這樣可以看到他的店長怎樣 然後我的店長這樣 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我覺得還不錯 它這裡就有什麼道具啊 然後它會有 你可以自己去培養自己的員工 什麼的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我覺得很好殺時間 然後現在 因為最近時間變蠻多的 所以我就想說我大概都從9點 可以看電影到11點 然後我可以慢慢把我的片單裡面 電影都清空 我今天看的是這一部 分手紀念品 我覺得它的色調都還蠻好看的 然後 目前是覺得還不錯 之後如果我覺得蠻推的 我再跟你們分享 那 今天的Vlog大概就到這邊結束啦 謝謝你們分享 掰掰 掰掰